央行出重手打炒房 主要针对投资客给教训 被视为史上最重现代令 让城屋市场出现金龙海啸 专家就观察半个月过去 确实让房市稍稍降温 对换屋族来说 根据新规范 只要名下有房就无法适用宽限期 专家建议可考虑将持份 卖给共同所有人 恢复首购身份 有这样子的状况 可能短期在央行 还没有其他的解套配套措施之前 可以用这个例如说夫妻之间 互相转换所有权的这个方式 来让这个所谓的借款 人名下没有房 满足首购的条件 银行限贷力政策 更让不少购物族哀嚎 想要贷款实在困难重重 不少专家建议 可以改洽保险公司 或是农余会申办 双北市中士林区 内湖区人有额度可以受理 中和区树林区 越一个月可核待 尽管央行这次出手 被市场认为 是史上最强硬的打房措施 但有实质居住需求的民众 弄少了购买力强的投资客 抢房子 或许对首购族来说 市场更友善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